一个典型的热爱自由热爱挑战 永远嫌不下来的东北女汉 黄盈超 女22岁辽宁人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 社会工作专业 尊敬的12位老板 人力资源专家 涂磊老师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黄盈超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 今年大四 在我的大学期间 我担任过多年的学生干部 参加过创业比赛 在陕西做过支教 也演过很多话剧微电影 这些经历都成为我 大学期间最宝贵的财富 作为一个即将第一次 踏路社会的职场小白 我对我的未来有很多期待 在费尼莫属的舞台上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真正让自己玩起来 并且有所学习 有所收获的工作 我的求职意向是 运营助理 活动执行策划 或者其他老板认为 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陈队老师好 这家伙特有意思 他是个真正的吃货 他吃货吃到了什么程度 那编导跟我说 都还笑死我了 我头一回听见 这样的男女的分手方式 你说一下这个过程 我特好奇 一条酸菜鱼惹的货 我吃饭有个习惯 就是先把那个 不好的东西吃了 再吃好吃的东西 之后我就先吃酸菜 之后他以为我在吃鱼 之后呢 我们俩之后 他就开始吃鱼 我就吃酸菜 当我开始吃鱼的时候 发现鱼就没了 当初我就气炸 其实那时候我们俩唯一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期间 唯一一次的吵架 吃条鱼 你再点一条就是吗 那当时 但气氛都没了 我对吃这种境界追求 要求很高 就是当时要吃 吃的境界 你跟我说一下 什么叫吃的境界 吃 吃我觉得吃对于我来说 它并不只是一种色香味 它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能够沟通心灵的形式 你好好说说 就是 你说着说着 你又舔嘴唇 我喜欢吃 就是我每天吃 我喜欢吃 吃的话 它能 我一吃东西 我会很快乐 陈浩投资的 原卖山丘的面包店 里面60款面包 他全吃过 我都没吃过那么多 就是线上能卖的60款 我是全吃过 除了昨天新出的那款 我没有吃 行 除了吃你还干什么 最多的一件事是 在大学期间 演话剧演微电影 刘慧璞是专业演员 你们俩搭个戏吧 刘慧璞是他的师哥 对 对 是 效应 陈浩老师是我的学长 要不你跟刘慧璞配合着来一段 可是我也是擅长演坏人 没关 你们俩坏得一块去了吗 来来来来 请 来一段桥段 这样好不好 你演一个甩了他的一个女人 你闲凭爱富甩了他 你跟陈浩在一起了 就把他甩了 你们这都是本色出演啊 对对对 来吧 请你开始 良人在学校的门前 即将分手 找你什么意思 短信不接 微信不回的 我给你打的酸菜鱼都凉了 我什么意思 你自己不知道我 这次不是鱼的问题 他说你跟我说清楚 你到底怎么了 你自己不清楚 你自己什么问题 我对你 我每天早餐 我跟你